主席 各位同仁 美女朋友大家好 在簽訂ECWA之後 穩固了台灣對外政治經濟地位 除了亞洲各國紛紛表示願意跟我國簽訂FTA 跟共同開發之外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光也表示 希望不久的將來能以台灣重啟TIFA 也就是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的會議 除了以他國簽訂經濟上的合作 加拿大還有歐盟總計36國 也將以今年給我們免申根簽證 我認為這些國際上對我國釋出的善意並不是巧合 而是馬政府的對外政策正確才能達到 更不是搖起大喊重返聯合國 幾半沒有國際效用的公投以及激起熱情 炒話題能夠做到的 馬政府是以活路外交一步一腳印 踏實的讓台灣重毀國際舞台 而贏得各國的認同 雖然重啟TIFA代表了美國對台灣的重視 也可以在智慧財產前 投資貿易透明化 及醫療相關等重要議題上 能夠有共同合作的機會 不過TIFA也涉及 美國牛肉豬肉燒台等敏感的農業議題 就如同行政院吳院長日前所指示的 中間牽涉的不是只有牛肉問題 連美國豬肉也都可能消到台灣來 豬肉還不是只有豬肉問題 裡面還包含了豬肉精的問題 若是讓這些農區產品進口 不僅涉及我國農畜牧業權利 也可能對國人的健康造成威脅 在這點 我希望政府能夠妥善把關 韓國因為以美國簽訂TIFA 或爆發政治風暴的陰箭不言 最後甚至以內閣總辭來平息民怨 所以我建議政府要對此謹慎進行 不可以貿然造勁 除了要求在外交上有所進展之外 也要同時建立保護我國潛意的立場 以免落人口實 而成了將來嫌疾操作的議題 在這個地方再度的建議 政府跟美國簽訂TIFA的時候 要注意到這兩個問題 謝謝